大家好,又到了二讀速报的时间 这次二讀帮你准备了整个三周年的重点整理 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三周年到底出现了些什么 这次日本三周年的大型活动当然是以重英阵营为主 title就是蝴蝶之梦 本次的限定建造包含两金三子还有一彩 对,你没看错有一彩 然后你看到这0.5%应该想到了吧 没错,这个禁营是可以透过我们点数兑换去换出来的 当中还有全新的一些装备 到时候这些装备性能如何 我们到时候游戏实装的时候再去研究一下 那除了三子要建造之外 这边还有一个累积兑换的熊野 这种群熊野他也可以直接累积兑换 所以整个角色还蛮多的 另外这次游戏也新增了一个新的建种叫做运输键 运输键担当是这个建造池可以出来的这个Casino 尖野 那这个运输键呢 他预定是在前卫舰队登场 那他的效果呢 就是buff整个舰队的一个功能 那至于这个buff功能到底是多强 到时候游戏内再去做验证 不过以他这个奶牛外型 如果他是前排的新的前排补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新的UR性能 这个建造首次出现这个彩皮建造 那他出现的几率是1.28 那官方也很贴心的这个直接丢了一个200保底的建造 这200保底之外呢 你还可以上限4回 总共就是800回 你可以拿出4支 这意思 每次保底200就是会送1支 保底200就是送1支 那这个突破呢 当然是要用我们的彩布里去做突破 那这个彩布里要怎么获得呢 彩布里的获得方法 他会有一个新的 等于说一个新手任务 你通关之后呢 会拿到1支 再来本次活动 大型活动 累积兑换的暴走里面 你也可以获得1支 再来每个月 他会有一个特装的核心 这个核心点数 跟我们一般的核心点数 蛮像的 不过他是独立的 每个月你可以用这个特装核心点数 去换这个彩布里 那这个彩布里的特装核心 要怎么获得 就目前已知的资料就是 打打活动海域 打打一般海域 都有机会 可以拿得到这个特装核心 那刚刚也说了 这个性能呢 你累积200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 拿一个性能出来 所以不管你单抽也好 10抽也好 只要你只要碰到200抽 就一定可以拿出这个性能 保底200 那接下来再拿到就是 400 600 800 那这边突破的限制 官方没有特别讲 所以应该也是跟以往的突破一样 要突好突满 就是整个五支 同样的角色 或是你用彩皮 不理也可以 所以就看各位的运气啦 那关于这个彩船的问题呢 官方也有公告了 就是2020年以内 它不会再有任何的彩船出现 就2020年过去大概 九月 三个月吧 反正这三个月呢 官方保证不会有任何的彩皮 所以你这个彩布林呢 你可以放心的拿去突破了 那这个彩船 其实也跟我们彩科研是一样的道理 怎么说就是彩科研你还记得吗 它不用突破它也可以直接练到120 不过这中间你还是必须要让它认识觉醒 之后呢 等级突破之后 它才可以往上升级 就跟一般的金船子船不一样 它不需要突破 可以直接练到120 重点就是认识觉醒 那这次的新登场的这个家具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浓厚的这个重音风格 看起来还蛮厉害的 我觉得很多细节都要表现出来 这个家具也蛮不错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skin上架部分 首先是泳装的部分 泳装现在有三个Live2D的skin 这个赫敏啊 还有之前敲门很久的这个蓄库服 还有这个Casino 哇 这太厉害了 那其他已经公告出来的这个skin 加加起来有13件之多 这只是泳装的部分 那你别忘了 这次其实是三周年活动 所以三周年这个礼服系列的skin 也会登场 那礼服系列的Live2D呢 也公告了有4件礼服 尤其是这个 甚麽多意思 终于有礼服 那加这个Live2D呢 整个三周年的礼服 就高达了17件 所以你加加起来还蛮多件的 那这次的三周年 会送的 会送你这个Indie的这个三周年礼服 这个是活动clear可以换的 除此之外 三周年也会复刻以往这些限定活动的skin 当然联动是不会复刻 只有一般正常的大型活动才有可能会复刻 所以之前没有买到的 可以再想办法再入手了 那除了复刻skin之外呢 这次也会复刻 所有全系列的家具 各种节庆的家具 也会一次复刻起来 所以搞了那麽多 这一次的奸商名词呢 他也帮你想好了 家具包帮你准备好了 然后凉料包也帮你准备好了 还多放了这个比翼双飞包 当然两倍重置 绝对不会少了 那为什么要放这个比翼双飞包呢 感觉蛮跳动的 当然是我们这个V23 这个结婚skin终于实装了 那另外一个实装的角色 对 明石自给自肥 他也有这个结婚skin 所以卖比翼双飞包 就是叫你要去结婚明石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边还有很重要的彩蛋 我们三立大前辈 终于有结婚skin了 这一件实在是太好太漂亮了 请卧比把它昏起来 好看完skin的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其他还有哪些活动内容 当然每年一次的这个奇愿建造也会出现 那这个奇愿建造详细的人物 还没有公告出来 那因为最近有新加入了这个长门 那长门系列不知道能不能 透过奇愿建造出来 详细的可能还要等官方那边的公告 不过这一次的旭顾服 一定可以拿出来建 如果你想买Live2D 而且没有这招船的话 奇愿建造就是去建旭顾服啦 在三周年也有特别登录的这个招待券 那这次招待券呢 多了这个恶毒还有这个天堂星 我想这两只角色已经算是 官方的一个看板娘了吧 如果有缺他的话 请密届登录这个游戏 来拿这只角色 另外大家都敲碗很久 还有这个有关Selling作战 还有大舰队的一些细节 那官方那边也有特别做说明 首先现在目前9月10月 应该在中国那边都会有一个封册的一个机制 到11月的时候大概会结束这个封册的作业 预计可能最后12月的话 有机会就可以实装我们这个Selling作战一起 还有大舰队相关系统的一个开发 所以详细的可能要等到12月才有可能去实装 下9月10月11月 这中间可能要透过一些封册一些修正 可能最终到12月才会有大舰队 还有Selling作战 所以这中间的过程就慢慢等吧 好最后来看一下游戏相关的周边 首先这个维数前进呢在明年的1月 它就有公告要播放了 那这个维数前进呢是属于这种泡面翻短片的 那当场也有揭露一些 这个相关动画的一些片段 还不错啦 那这个维数前进的漫画第二卷 在12月11号也会发布 就在日本发布 那这个发布内容里面会有这个BD内容 BD会包含这个维数前进的一二画 想要抢先看的话 或许你可以去日本代购这个漫画 好那另外 这个11月的时候也会补上这个QE的Skin 因为之前也讲了很久 这个漫画老师会帮这个QE画一个Skin 放进游戏里面 再来我们的咖哩屋也会继续联动 那咖哩屋合作的角色Skin 就以往的经验来说 应该也会放在游戏里面贩卖 还有之前在美幅上架的这个Z23 书店的Skin 到时候也会进入游戏里面 还有之前在路板也有放上这个PizzaHard的Skin 到时候也会进入日版 这些活动的Skin 当然会通过这个 红尖尖来获得 那还有其他一些线下的一些福利啊 或是特点啊 可能真的只有在日本那边才有办法获得了 还有这个佳赫友禅 这个部分的合作呢 也是说预计明年 在游戏内也会实装这个Skin 除了佳赫还有胡德 他们这两件和服都在明年 会预计实装在游戏里面 还有在跟这个YAMAHA合作的部分呢 也会有新的一个Skin 所以艾塞克斯又有新的Skin 可能到时候会在游戏里面出现啊 那今年这个三周年的画册呢 也开始接受预购了 那如果想要买这个画册的话 请趁早找代购吧 另外在直播的内容里面呢 他也有公开几个PPC的一些内容 像是这个大缝啊 就是大 还有这个欧根他的脚趾细节 也是非常的细腻 那再来业界这个比例最大 四分之一的这个威尔斯亲王 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透夫 再来拥有这个幼女工厂的这家厂商呢 也放了这个E-19 这E-19很多很多的细节啊 这个真的是幼女工厂来的 那除了这些以外 这预计生产的还有易仙啊 拉斐啊 天狼星啊 浪巴尔啊 这些背法 其实都有其他厂家在玉力增长 那喜欢PPC的这些同好们 可以密切注意一下啦 好啦以上是这次 这个三周年生放送的一些重点整理 反正重点就是你的荷包 除了skin买好买满 建好建满 还有其他的周边 最可怕要花很多钱啦 那另外还有个特别的重点 必须要提醒你 就是每次周年啊 活动啊 他都会有一个统计 你一周年以来的这个所有的统计 包括你的登录时间啊 你的任何的结婚资料都会统计 那这一个秘书件的角色呢 是根据你现在秘书件的角色去做设定 所以你如果想要特别放这个秘书件的角色的话 你在更新以前 请务必换好你的秘书件角色 不然的话他就会依照你所现在所放的角色去做登录了 如果你有特别想要放什么秘书件的话 那请你先放好来 这个在更新以前 务必要做好的一件事 好啦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那我是草莓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